藍色轿车回转 结果对象机车速度太快 闪不过擦撞后 骑士喷飞被着地 在路面滑行了十几公尺 骑士倒在地上意识清楚 还能回答警察问题 而这个路口三天两头就出车祸 问题出载回转道 停在白线内的轿车 时常被回转车辆撞 像这辆休旅车 一个角度没抓好 哎呀A到了 让被撞车主好无奈 4月13刚好那一天生日 就买了一台二手车 对然后停放在这个路口 下午就被通知车子被照顾 至少都要回转两车会比较安全 因为好巧不巧 上个月底的车祸 机车弹飞就是撞到他的另外一台车 而且才相隔两个礼拜 让他只呼倒霉 目前就是警察常会一定要监视器 有这个需求 然后我们也很乐意提供 车主开店卖监视器 在浆化嗅水张水路二段上 名下三台车停在店旁边的白线内 就连续撞了两台 现在只能尽量停内侧一些 并安慰自己是花钱消灾 记者车水连加器李云杰 讲话不道 讲话不道 谢谢大家